今天上午11点左右 龟山岛龟首处出现了大片泥灰 还蔓延到海中 引发上惊艳者关注 导览员还说 已经10年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了 加上早上宜兰东南部海域 连续发生四起有感地震 也怀疑是不是跟地震有关 对此东北角风管处研判 喷发的应该不是泥浆 而是沉积已久的尘土 加上龟岛黄烟喷发 所产生的自然现象 今天龟岛黄烟变成了龟岛泥浆 龟山岛龟首喷发出泥浆 滚烫烟雾不停往上窜 龟山岛南部喷发泥浆 非常难得 大片泥灰蔓延到大海上 牛奶海一栏一灰 瞬间成了阴阳海 奇特景象让游客们超惊艳 龟山岛大 龟山岛大 龟山岛 龟山岛大概起发 直播一次来就是有看到龟岛黄烟 可是今天很神奇 然后有看到火山泥喷发 泥浆大约在十一点左右开始喷发 由于十四号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多 在宜蘭东南部海域 连续发生四起有感地震 因此泥浆喷发也不排除是地震引发 今天很多的地震 都是发生在龟山岛附近 所以可能跟在龟山岛底下的 这些个构造活动 也有可能是有相关的 不过东北角风管处人员则表示 地质调查遗迹没有异常显示 因此研判喷发的不是泥浆 而是尘土飞扬加上龟岛黄烟的 自然现象 记者李克燕一栏报道 国内疫情来关心今天本土确诊数 新增了2.7万例 死亡增加89例 而在死亡个案中 有一例40多岁女性曾经有咳嗽症状 在家中昏迷不治 死因是心肺衰竭跟新冠确诊 指挥中心也统计 目前国内有两次以上确诊记录的 有2106例 而从今天起三类人入境 免负两天内的PCR证明 外界优心可能会酿成 BA.5跟BA.4的疫情 台北市长柯文哲更预估 40天后就会出问题 不过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人祥表示 8月9月当然 有可能会有新一波的疫情 但上升幅度不会太大 本土确诊数稳定下楼梯 跟上周相比下降了12% 14号公布新增2.7万例本土个案 死亡新增89人 其中一例40多岁女性 10号晚间入睡 隔天凌晨被发现 已无呼吸心跳 死因是心肺衰竭跟新冠确诊 而14号起 三类旅客入境时 免持搭机前两天内的PCR筛检报告 让部分民众忧心 会先进一波 BA.4跟BA.5的疫情 台北市长柯文哲更预估 台湾40天后会出现问题 我估计的 如果台湾会出问题 在40天后 大概八九月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个BA.4跟BA.5 会有可能有一小波 所以当然是有这个可能 上升的幅度也不会太大 因此入境检疫的天数 何时能进一步缩短成0加7 指揮中心还要再观察 而统计目前有两次以上确诊记录的 有2106例 还没发现两次都感染 BA.5的案例 医师谢松学在脸书分享 最近确诊来诊人次有减少 但病情复杂度增加 感染后并发症 跟再次感染的人数 似乎逐渐上升 未来可能还有 书波小流行 但回到五六月高峰的几率很低 目前2000多例 其实也还好 对不对 但是等到你这个BA.5 成为主要的流行株之后 这些再感染的人 就会大幅比例的增加 也有网友留言发问 说平道线人口密度低 但近10天来的单日确诊数 几乎都在千人以上 不知道是否因为太多人到屏东玩 谢松学认为有可能 但这也是回归正常生活的表现 谢谢 送我道 国旅补助15号上路 如果民众选择自由行 住宿每房每晚 可以补助1300元 但搭配饭店业者推出的优惠 就可以让1300元的价值再放大 像是精华酒店 住一晚搭配1300元补助 甚至会再送你免费再住一晚 如果换乘住台中港酒店套房的方案 还会送一搏一时 抒压按摩 以及观光工厂的体验券 现翻超过10倍价值 但是有旅游玩家建议 也要注意这当中赠送的门票 或者是体验券 可能会有使用期限 暑假期间 如果在国内自由行 15号开始 可以补助1300元 现在旅游玩家 教你怎么把1300元的价值再放大 在比较市区的饭店 他本来就是没有知道 什么太多的这种国旅的红利 所以他就会相较之下 他的平日的优惠的出销力 到越来越来越大 以台北精品酒店为例 住宿一晚4000起跳 但搭配国旅补助 折抵1300元 住一晚除了可以免费升级房间 还加送6000元的餐饮抵用金 进化酒店住一晚 一样搭配1300元的补助 甚至送民众免费再住一晚 1300元的补助 如果换成住台中港酒店套房方案 还会赠送一搏一时熟压按摩 以及观光工厂体验券 现翻超过10倍的价值 而一大皇家酒店 除了搭配高雄市加码补助 最高1500元 也看准小家庭的商机 推出住房就送乐园门票 一家四口出游 现审近5000元 如果民众想要跑远一点 去里岛玩 旅游玩家也推荐 可以亲友互揪凑6个人 新旅行社安排里岛行程 搭配水域活动等加码条件 最高可以省下3万元 如果有善用这样子以上的旅游补助的话 其实就可以来一趟 基加90元的离岛之旅 不过民众还是要注意 这当中赠送的门票或是体验券 可能会有使用期限 或是其他限制 得睁大眼睛看仔细 记者涛逊许秋明台北报道 有民众到美食卖场买烤鸡翅 吃到最后才发现 鸡翅上插着一根羽毛 这张照片发文分享之后 引起了许多网友回应 直说这下子验证真的是鸡肉 还有人说可以收集起来 制作羽绒衣 而美食卖场回应 已经向鸡翅的供应商反映 目前是单一事件 读物科医师则建议 如果民众碰到了这样的情况 最好不要吃 以免吃下肚造成急性肠胃炎 不少人到美食卖场会买烤鸡翅 不过有民众上网发文分享 他买了烤鸡翅回家 吃到最后发现 买鸡翅竟然送羽毛 仔细看照片中的烤鸡翅 插着一根羽毛 白色的羽毛还被刷了烤酱 变成咖啡色 正以来网友热议 有人说可以收集起来制作羽绒衣 还开玩笑说 这下验证真的是鸡肉 更有人表示自己前几天 也碰到一样的状况 送一根羽毛 对此卖场回应 已经向鸡翅供应商反映 这是单一案件 而读物科医师建议 如果民众碰到这种状况 最好不要再吃 不止烤鸡翅出现羽毛 还有民众买了椰子西瓜汁 喝到第三瓶才发现 有一瓶瓶口一次没封好 里面有沉淀物 倒出来还有白烟 食品的卫生和安全已让民众捏了一把冷汗 记者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